台灣在金門水域 連續兩天警告驅離中國海警船 邱麗明報導 台灣海巡署表示 在星期六有四艘大陸海警船 進入金門限制水域 在台方廣播驅離後 大陸海警船停留超過半小時後離開 台灣中央社報導 昨天同樣有四艘大陸海警船 進入金門限制水域 被台灣當局廣播驅離 自上個月起 中國海警開始在金門周邊進行例行巡邏 今個星期四 一艘中國漁船在金門附近翻側後 台灣應大陸請求 參與聯合救援任務 台灣政府強調 在緊張局勢加劇的情況下 雙方合作的重要性 在星期五 台灣應大陸要求 派船協助搜尋一名失足落水的中國漁民 一名台灣官員向路透社表示 台灣昨天試圖拯救中國漁民 但中國方面今天就露出爪牙